大家好,歡迎收看由南方東英特約ETF教室 我是雪瑩 今日身邊請來的嘉賓 有南方東英ETF策略師Alvin李子維在旁邊 Alvin你好 Hello,大家好 上一集Alvin就跟我們講解過 就是槓桿和反向產品的背景發展等等 不如同大家先重溫一下 近日在港交鎖市場上 新推出的一個叫做槓桿反向產品 兼且相關指數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 在這裡先同大家重溫一下 如果是恆生指數的話 兩倍的槓桿有一個叫做7200 上市編號的一個兩倍槓桿產品 而在反向那邊就有一個7300 恆指即是7200是提升 7300是體跌的 而國企指數方面 即是H股方面 就是7288 7288就是一個兩倍的槓桿產品 而7388就是一個體跌的一個反向的產品 所以大家可以記得7200、7300是恆指的產品 7288、7388就是一個國企指數的產品 好的 明白了 我全新的一集要跟大家再去跟進 本身它們有什麼特色 一提到槓桿及反向產品 槓桿兩個字 可能家庭觀眾有個疑問 跟一些大家熟悉的 譬如窩倫、牛紅症 究竟分別是什麼呢 大家都有個槓桿字 就是以小博大 但其實看回窩倫、牛紅症 本身有很多條件 又有到期日 又有時間值 引申波幅 以及一些收回機制等等 究竟現在這種槓桿及反向的ETF 會不會有些分別呢 我想大家都會第一時間把這些產品 和一個槓桿的 都同樣是上市槓桿產品的 窩倫、牛紅症去做個比較 今天我想就是跟大家集中去說一下 到底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 窩倫、牛紅症 雖然大家聽這個名字 就聽了很多年 但其實到今時今日 大家真正是了解當中的分別 又有多少呢 可能大家都會是不太清楚 例如是引申波幅 或者是時間值 這些到底是怎樣去運作 我覺得在比較上 這個槓桿反向的產品 會是一個更加簡單的產品 在這個圖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 窩倫、牛紅症 首先大家看回到期日 窩倫和牛紅症 都是有到期日的 都是會到期的產品 可能大家就是說 今天買這一隻 然後可能過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又要重新找一些新的號碼去買 而槓桿反向的產品 是一個沒有到期日的產品 就是說大家剛才記得的 恒指7200、7300 和國子的7288、7388之後 這兩個產品 這四個產品都不會到期的了 變成大家可以記得這個號碼 之後都會是這個號碼 而另一方面就是說 窩倫會隨著時間過去而到期 而這個槓桿反向的產品 是不會有時間值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 窩倫和牛紅症 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機制 譬如窩倫來說 會有一個隱身波幅 隱身波幅會影響到 那個窩倫的價格 有升有跌 這裏說多一點 就是說 隱身波幅雖然是可升可跌 可能是令到大家會賺多一點 或者是真的可能會 如果看錯邊的時候會會蝕多了 但是我相信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 大家可能 投資者都不知道去哪裏 可以看得到 隱身波幅到底的走勢是怎樣的 變成大家都比較難去捉 隱身波幅的走勢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窩倫上比較沒有那麼透明的地方 另外說回牛紅症 牛紅症當然就是有一個回收的問題 如果大家買了牛症或者紅症 但是可能沒有時間去 很貼市地看著市況 如果市況突然間大幅波動 可能到最後你就看得到哪裏 但是期間 你的牛症或者紅症被收回了 變成你都賺不到 你看得到的方向帶來的回報 所以這個是 窩倫紅症 有的一些風險 但是槓桿反響產品 都是沒有的一個風險 聽上去你剛剛這樣說 覺得槓桿和反響產品 比較上就是窩倫牛紅症 似乎容易操控一些 以及比較簡單一點 不過我都留意到 它沒有時間值這件事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以及沒有時間值 是不是就是說 我拿著這隻的ETF 多久都好 都不會說有機會是沒有了錢 沒錯 時間值可能是大家投資窩倫的時候 都會知道的一個風險 窩倫的話 本身就多說一些 窩倫本身的操作 它本身是一個奇權的 性質的一個投資產品 在港交所的現貨市場買賣 但是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奇權的特性 就是說它會隨著時間 那個奇權其實那個時間的價值 會越來越減少 當去到那個窩倫到期的時候 如果那個窩倫是價外的時候 這個到時候那個價值 基本上就會直接變成零 所以說 如果大家投資窩倫 你一定要去留意 到底我的窩倫在到期的時候 是不是有機會變成價內卫 這個是大家投資窩倫很需要注意的問題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投資者可能會 不小心選擇一些比較接近到期的窩倫 在這個圖上大家會看到 右邊的窩倫的時間值 隨著那個窩倫越來越接近到期 那個價格跌得比較快 臨近到期的價格跌得越急 所以如果大家不小心選擇了 一些臨近到期的窩倫 那個價格可能會跌得比大家想像中更加快 所以這個是大家投資窩倫 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而相比起來 我們這個槓桿反向產品 它並不是一個期權 所以亦是說 它的結構是怎樣的呢 其實它裡面 我們會通過買入一些期指 以及我們會用剩下的一些現金 所以我們是不會有一個期權的性質在這裡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圖 就是說槓桿反向產品 是不會有一個窩倫的時間值存在 那為什麼這條線是打橫的呢 其實這裡就是假設 如果大家買入這個產品之後 那個指數是沒有升沒有跌的時候 我會不會因為這樣 因為隨著時間過去而輸淺呢 在槓桿反向產品來說 是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的 當然這個線完全是打橫的 是因為我們是未計及我們的基金收費 但是基金收費這裡 也可以說多一點 基金收費我們是會收取每年 少於1%的管理費 所以全年都會不足1%的管理費 所以亦都是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那個收費的問題 因為這個槓桿反向產品 跟其他的ETF一樣 都是會有一個收費非常之低廉的優點 好啊 以上種種的優點都非常之吸引 不過當然都要關注定價 過往你看一些的渦輪牛紅症 定價都是由發行商去定的 市場都可能 大家的投資者未必知道 他是怎樣去定 怎樣去計算一些引申波幅 或者是槓桿出來 邊商就說他們的定價 不是說那麼有透明度 相反看就是槓桿和反向產品 定價又是怎樣定呢 定價方面呢 其實不只是槓桿反向產品 其實ETF一般來說 都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相對於一個渦輪和牛紅症的定價 或者我們首先看看 渦輪牛紅症的定價先 在這個表上面 右邊你會看到 渦輪牛紅症 流通量提供者的數目 是一間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會發覺市場上的 渦輪牛紅症 一般都是由發行商 充當流通量提供者 所以大家去買這些 渦輪牛紅症的時候 大家會很集中要看一件事 就是到底發行商開價 是否穩定 或者是否公道 因為開價的 只有發行商一間 這個是大家要注意的問題 而槓桿反向產品 因為它是ETF的性質 ETF是要求我們 港交所要求我們 委託至少兩間 甚至更多的流通量提供者 去做一個報價 在這個恒指的槓桿反向產品 我們可以有五至六間 甚至更多的流通量提供者 去做這個報價 所以因為不同的 流通量提供者開價之間 其實都有一個競爭關係 所以令到那個開價 會更加透明 再加上本身ETF 是有資產淨值的 所以發行商 即是這個流通量提供者 一定要跟回這個資產淨值 來開價 所以令到它的價格 比起渦輪牛紅症 會更加透明得多 謝謝Alvin今天的解說 我們這一集 都了解多了它的背景 以及一些槓桿反向產品 的優勝之處 而大家都相信 會很想了解多些 如何實戰 或者是如何運用 何時才可以用到這個產品 我們下一集 都會跟大家再去講解一下 如何實戰 去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想重溫節目內容 可以上我們的官網 www.bschannel.com 我們下集再見 請來看看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